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给大家的课程是心脏病患的急诊相关的照护知识 对 这边是先偷偷的跟大家先讲一下 我们会有这个课程 对 所以这个课程的相关资讯呢 我们之后也会把公告在我们的新传 还有动物医院339号的官网上面 所以大家继续follow up 啰 好 对 所以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也会聊到一些急诊的 但是可能不会聊太多专业的知识 所以想要知道真的急诊 怎么照顾 怎么照护的专业知识 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讲座 所以我们会收获满满 对 那到时候再继续follow我们的相关的公告咯 好 那今天呢我们真的要 就是很开心又再次邀请到了 赵怡寿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美女 大家好 我是张赵怡寿医师 我刚心里其实在想问我要不要把那五个字念出来 大家不知道就回去听前两集 大家就会知道 听听我们那个赵怡的专方 有点害羞 还是不要卖你好了 对 那因为今天是刚刚题目有讲到嘛 今天新鲜干的第四集 那我们是讲到从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来到新鲜以后第一年其实是住院动物医师嘛 住院医师 对 所以一开始住院 像在新鲜的话我们通常第一年的住院医师是 没有接门诊的 所以就主要以照护住院动物 跟跟着学长解读治医师的门诊为主 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来聊聊新鲜干的 那个上场作战的心得 对 当他们在第二年的时候 总是要上场的 对 对 时刻那在这个当中 新鲜干要怎么 把真的干练硬一点 可以上场作战杀敌 对对对 现在干一点不新鲜 现在干一点不新鲜 经过了三年的战斗 第三年 垂垂老矣 颜色不红润的是这样吗 怎么可以勒 好的啊 这是一个心路历程的分享啦 也是想要分享给就是接下来也正准备当中 要进入到整件开始的 对 可能即将要踏入 对 我们像前面聊的 对啊 前面都聊一些 实习啊 不是跟你从相关的嘛 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战场当中 对对对 实战经验分享 实战的经验 对 新境上 特别是新境上 对 没错没错 要怎么转换跟预备 对啊对啊 那现在是第三年嘛 对对对 就已经是第三年 那你刚开始加入新鲜 第一年的时候你 看着这些学长节啊 大概开始接诊的时候 你会觉得会很紧张吗 因为其实在 可能四组可能不太会看到一些 我们中央区 就是医疗区的一些现场 因为有的时候一直忙起来 真的是蛮 真的是战场耶 真的真的 对 就是真枪死弹 因为以前可能在学校大 maybe就是按急救灵的时候 你就是退退退 哦是哦 贴墙壁 就是闪开就对了 不要挡路这样子 对对对 那到这边可能 比如说R1开始 就是主要是雇住院嘛 然后协助可能门诊 或急诊的学长姐这样子 那一开始的话 我会觉得 当然第一次开始面临到 外面接急诊进来 那我们要做什么协助 跟第一次听到急救灵 想的时候心急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 对 还是会很紧张这样子 对啊 但当然看过几次 要经过这样一整年的 算是经历之后 其实会慢慢知道说 就是你的脑袋 自己会开始 听到急救灵响 或者说 听到这个主术的时候 我该准备什么样子的东西 去协助学长姐 或者说 我应该先准备什么样的台词啊 我准备什么样的器具 那其实 当你在准备的时候 你都已经想好 你会大概面临到 什么样子的状况这样子 大概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 第一年的训练的过程 嗯 哇哦 因为像其实我们 有中央区嘛 就是说很多时候 其实一个医疗处置 都不是只有 一个医生在处理 就是会需要一个团队 所以虽然第一年没有看诊 但其实也是 我们这个医疗团队 也很重要的成员 就是 那怎么找到自己 对的那个位置 那事实的去帮补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年的 学习的一个重点 嗯 对啊 哇哦 我就是刚刚听你讲的说 那急救灵想起的时候 所以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你们就是大家都要闪开 对啊 让正经的 因为没有罩啊 没有罩只能闪开 对啊 对啊 就是 不要当路障就好 对对对 你到进到这边 R1就是 你要动手 你要跑起来 对你就是 你也是站立之一 对对 角色不一样了 嗯嗯 哇 但是你刚刚听你 听你刚刚讲的时候 就是 开始越来越熟悉 说这些案例的时候 嗯 你在脑中 其实就已经开始去想说 我接下来的 动作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 我倒是 没有特别说 看到他们 在接着 我会 哦好紧张 下一个换我这样子 可能还 就是会 开始 算是预备 就是 算是 你可能也慢慢习 习惯这个 这个 这个响铃 这个指数 这个 这个突发事件 这样子 嗯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会觉得 在这边工作 就觉得 真的受医师心脏好大科 就是 我每次都看你们都是 很稳稳的 就好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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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做什么 马哥你干嘛 就是会cue大家做事情 嗯 那真的让我觉得 让我真的超级印象深刻 嗯 但是其实你们都已经 很老年 对 因为就是经过不断的刺激后 对对对 心脏总是会变大 也会变肥哦 对对 心悸久了 就就量了 就量了 哈哈哈哈 也没有啦 就我觉得 当然刚开始接的时候 一接的时候 那天说 我我我真的要跳下悬崖 要跳了要跳了 哈哈哈哈 还是会很觉得啦 就当下的时候 嗯 那你觉得在自己接跟 在旁边协助的那个最大感觉 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感觉是 我觉得是面对第一线 你要面对到主人的情绪 跟你一冲出去 看到动物的情况的时候 因为可能你在里面 你还是会是 接受到第二首的消息 所以 所以跟第一线里面 你到的那个 呃 那个场景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但后续 大部分是差不多 进来处置其实差不多 但是可能 对就是 因为你在可能 住院室都不大需要 直接面对四组 沟通 所以我们要 嗯 做什么东西 对对对 就是你可能第一场的 你的反应啊 然后 你面对动物的反应 这些的 嗯 那你自己在那个 准备要知道说 诶开始 第二年 要开始接诊的时候 你有你有做什么 特别的准备吗 心理上 心理建设 或是 再多念点书 还是 就是从第一年 转到第二年的时候 你有你有特别 准备什么吗 还是就是 就来吧 我好像还好耶 我就是那种 可能到学来 跳就跳了那种 跳就跳 外面一条啦 对 来啦 那就是 我觉得也 就是人生也没有 就是会 准备好的那一天 就没有 就不可能你准备好 有准备到一百分 你也不知道一百分 是怎么样子 你自己的就是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这样子 然后可能我觉得 要读的书 可能你前一年 你大概接受到 住院的东西 或者是 学长节急诊的东西 你也 大部分都有 大概涉略过 或知道说 诶你应该要去哪边 查这样子的case 这样子 然后 所以 我倒是觉得 准备的部分 可能大部分还是 以心理的为主啦 嗯 那你都准备 心理准备了什么 对啊 准备了 就是 呃 隔天要接急诊咯 哈哈哈 没关系 这不会就丢给学长 这样子 就我觉得 心转很好的地方 就是 就是很有 算很有安全感啦 所以 其实也不会到说 真的太紧张 或太觉得很无助 这样子 就是我们 大部分 第一年 或者说 诶你知道说 身边的同事 学长节都会 给你有很好的support 那 第一年 或者是说 我们其实很多的 meeting啊 这些都有给我们 足够的 咨询 就是足够的子弹 跟枪 这样 让我们去上战场 啊 如果说 诶真的你自己 跟背着这些东西 上战场不够力的时候 你其实有很多的后援饼 所以 也不会说到 诶好紧张 要自己跟上战场 有可能真的紧张 就是当你知道 你是最后防线的时候 对 像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就譬如说 很多时候 那个抽血啊 他们已经三个人 都抽不到 然后最后就说 呃 卢医师 你可以帮我抽个血吗 就是 以前他们还年轻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哦 都还好 因为觉得 你可能真的不会抽 但他们现在都已经 很会抽了 他们还 像招宜假设 他现在来问我说 他抽不到血要我抽 我想说我抽阿赛 我可能也抽不到 然后但是我又 我又没有人再转 我也不可能 叫他去找红医师抽 对 真的 有点远哦 最后防线的那个压力 对 就是最后防线 真的压力比较大 就像现在可能会有R3 对 就是 自己当番的算 对 你现在 是老大咯 对对对 会 还是会 压力感觉 有点不太一样 这样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对 就确实就是 转换一下心境 就是 我觉得刚刚他讲的很好 就是你不要觉得 一定要预备好自己 才能够来 接诊 因为没有人是 预备好 即使我们读了 再多的书 再多的知识 但是其实 其实很多时候 临床 现实就是会有很多的 的变化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新鲜肝门 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就觉得说 一定我要 屁股把小内神经 读了十遍 然后背起来 我才 等结果接诊 对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都是 在一边看诊的时候 其实每个病患 都会教我们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 在当下 我们就是 做出在当下最好 最对正确的决定 对 然后我们去 跟着我们的病患 一起成长 对 然后我觉得 一个很重要 就是 当然就是你要有 support 对 也是很重要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这边蛮特别的 就是大家会一起 互相成为彼此的backup 对 我觉得大部分动物医院 其实都会啦 就是一定医院 你会有资深跟相对比较年轻的医师 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 当然可能有些人数 人数上会有点点不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 所以像我会鼓励 对 大家一开始工作上 需要确保说 你的这个地方是有人可以咨询 或是资源的 对对对 也是有真的有听过 就是一上场 一上工 就是真的直接上战场一个人的 但是很少数啦 但是大部分都是还是 有学长节可以cover 对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接的第一个急诊吗 第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前期的啊 就是有一个我蛮印象深刻的 就是 就是一只猫进来 然后急性胜衰竭 然后又已经败血了 这样子 然后主人就是 其实是沟通啊 或医疗这些处置上 是没有到有什么太 太太困难的地方 这样子 但就是 最后因为就是主人 哎 愿意尝试在这边住一天 然后如果说 哎 他觉得真的对 这些治疗没有反应 他就要带回家这样子 然后让他跟他的猫 跟其他的猫 见个面再 再离开 嗯 那我觉得整个过程都还算 算是蛮顺利的啊 但就是 我把他送上车子之后 我回到 就是 中央区 然后再插他的笼子的时候 我就大爆哭 哈哈 像我前几个街的case这样 嗯 对 你有印象 你有印象 有印象哦 好像好像有 但是 好像我后来还要跟你聊一聊 是不是 对 对 因为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好因为有这么多人 但我真的无法控制我自己 哈哈 就就已经哭到这样 你感觉的在哭 对 因为那时候太少跟他遭遇这个状态 对啊 真的 我又想 怎么了怎么了 我很紧张 哈哈 是让他承受过大的压力吗 就其实我当下自己 我还是 就是 我当下其实有点 不知道自己在 哭什么 对对对 就是 我都还是可以很理性的思考 但是 我就是 有一次后来就是回想说 到底 到底我到底在哭 对啊 对对 然后就是 就是后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因为可能你 很前期的 第一次接到 接到枕 然后这样子的 压力突然 就是突然的这样子的压力跟一个生命在手上的 算是流失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他回家之后 嗯 应该很快就会离开这样子 嗯 就是第一个在你生命 在你手上走掉的 离开的 嗯 嗯 就是可能 算是 比较 很一开始面临到死亡这件事情 对 嗯 哇 不过这是不是也是所有的受益师 或者是包含人医也是啦 是啊 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 那你后来你有什么方法去转换这个心情吗 还是每一个都给他抱哭一场 哈哈哈哈 啊 真情流露 对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刚害接诊的一次一定会很真实遇到的 对啊 挑战 嗯 就不是在当下 是在这个诊结束后 对对对 after effect 就 对就突然 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很多受益师都还是会 就是受益师会压力这么大一个一个人 就是会不会你可能常常想说 如果这个case不是我接到是别人接到 他就不会走掉啦 哦 或者是说 嗯 但我觉得就是事后就变了我 更努力去做 就是哎他让我学到什么事情 然后我应该更 更怎么样帮助他们 那他的离开是不是让我更成长了 这样子 嗯 然后心理的部分可能就还是要时间上的累积 然后去做面对 对就是理性跟感性上面的一个 对对对 就可能前面一年你还是会接到很多动物的离开 但是这一只就是真的是你组织 然后在你手上离开的 就我觉得心情上还是会有点不一样 对啊 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些的病患中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觉得每个医生医师应该或者说人的医生也是吧 对啊 必经的过程 必经的过程 对对对 好的医师是就是遇到这些困难会让你对更成长 去克服 嗯 对啊 但确实也是有些人可能遇到太多之后 他就决定不做临床受医师了 哈哈 太受伤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学 对你要学会调试真的是 嗯 是很重要 对啊 对不过这真的是要靠自己吧 也不是靠自己可能就是 靠自己或者说 或者 找有推荐靠谁吗 哈哈 学长姐 对啊 像我当下就大哭的时候 我发现我就是身边的同事 大家都跑来安慰我的时候 我只能也是超感动 就觉得哦 大家真的也都面临过这样子的事情 嗯 对 觉得反而要挺了 但是因为大家来 对来关心又更感动 有点 所以我觉得从我层面来讲 可能对真的不是 不要只靠自己啦 嗯 就是靠自己的表现 我就靠自己有些会讲 就我自己要去面对出去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以分享出来 对 对对也是 因为这个经历不会只有你有 对 通常你分享出来别人 就会跟你分享更惨的经历 你就会觉得 对啊 对啊 那时候 李医师就很 我记得那时候 李医师就很想安慰我 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 然后他 但他好像 有点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然后他就说 嗯 那那你就不要像我以前那样子 就是把头这样一直敲那个桌子 敲到坏掉 哈哈哈哈 他这样说 对 哈哈哈哈 好像好像有被他安慰他 对通常你分享到别人就会跟你分享给他更惨 对对对 然后就会平衡一下说 哦还好 我其实还可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讲 对讲出来分享出来 其实蛮重要的 对对对 就跟你的 可能同事或是学长 或是 不知道学校的老师吗 或者 都可以 对或身边亲近的人 对对 不要 不要把这些都闷在里面 嗯 对啊 对 对 真的是很棒的 谢谢两位那个 哈哈哈哈 资深学长 还有 对 这个 这个是一定真的会遇到的 对啊 对啊 对 所以我也蛮佩服你们 在碰到这些 因为一定很常遇到 嗯 对 那我想要问一个 也比较实 另外一个比较实际的吧 就是像 像我们医院通常 急诊都会有那个 电话 是 先打来说要来急诊 嗯 对然后到 然后之后可能半小时或是 半小时或是几分钟后 他到 嗯 那在这个中间 你通常有没有什么 事前准备可以做 就从打 收到电话要急诊到 嗯 他来 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让你预备更好 然后去接这个诊 嗯 我觉得通常就是像 助理婚先接到电话 他会跟我们大概 嗯 briefing一下说 诶他的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那我如果 我自己接到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想要 跟主人在讲到话 这样子 嗯 就是问他确切的状况 嗯 诶可能 诶主人觉得 急的情形 到底是 呃 动物真的很急 还是主人很急 还是说 嗯 还是说他的情形 到底是怎么样 需不需要立刻当下 先做什么处置 这样子 嗯 那我也会比较知道说 他今天 来最主要的 比如说是哪一个系统的问题啊 主述是 主述是什么呢 还是哪一个系统的问题 嗯 那 讲 我跟他通完电话之后 我也比较好在这 可能这半小时之内去做 我 等一下我要准备的 仪器 或者是说 我要先 先想好的 这些过程 检验的项目啊 对对对 要该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 我要先把一些monitor 这些先推出来 这样子 嗯 所以就那通电话 其实很重要 对 嗯 对啊 那我觉得也可以从 这些问答当中 也比较知道说 他过去到底生过 什么样的疾病 那我可以推测说 因为可能 最常见的疾病 还是最 最常会发生 然后 那 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请他 比如说 像我们自己的 老病患的话 可能 比如说最常见 就是新一性的 肺脊水 那他如果 手边有一些 可以先做的事情 比如说备用的领尿剂 不管是 针剂口服这些 如果有鲜味 先观察这些 都是可以先帮到 他们的这样子 嗯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们看病的 那个问诊的 这个步骤 其实在 接到电话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了 嗯 对然后 一进来医院 其实就是 当做 其实你就是问完诊 就可以直接开始做 可能觉得 需要做的 检查 对 这样子 嗯 这样其实 对啊 是更有效率 对啊 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 比如说运送过程中的建议 这样子 不然其实可能过程中 他们紧迫度更大 或者说 对会发生的 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先跟主人说 这样子 嗯 嗯 所以就再次呼吁一下 就是说 很多人都不让你理解 为什么急诊要预约 对 其实 其实急诊 因为你通常 你会想要送急诊 到你真的送到医院 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嘛 是 对啊 所以你在 要送的时候 先跟医院 讲 他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 预备 就这个门诊 不是你到了医院 才开始 对 而是我们在 你还没来之前 我们其实就 开始可以预备好 我们的 不管是人力 或是机器资源 然后 然后甚至安排 谁最适合 去接这个诊 等等的 所以你其实 那个预约电话 是很重要 其实不是说 只是帮助医院 确认我们了 而是对动物 真的也会 有蛮实际的帮助 或者是主人 在这桶电话 他也可以获得说 他到底 这个情形 而且他如果获得这一次 他未来有可能 发生在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先做 什么事情 他也可以知道说 这样的状况 到底 到底急不急 这样子 所以这个 事前的电话的询问 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 不过 但是确实还是有些例外 就是当他 可能前面 电话里面讲说 哦他就是咳嗽啊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 一来的时候 反正传了半死 然后就是 跟电话里讲的完全不一样 太轻描淡形了 是不是 或者有另外一个 有几段会 然后就 哦他快死掉了 然后怎样 快不行了 医生你要救他 然后一进来就走着进来 然后还跟你讲 嗨 我摇个尾巴 对 所以我自己如果接完电话 我都会有 有一个range 就是最好是怎样 最好跟最糟 最差是怎样 哦真的哦 嗯 然后做最糟的 最糟的 跟预算 对 哦 但是像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 对就是他讲的 可能前面讲的 跟他来的状况 嗯 很不一样 或者说像在我们医院 因为我们 我们算是心脏专科医院 嗯 所以我们的 其实急诊也 大部分都是心脏相关的急诊 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 可能是 悲心脏 的急诊 那可能这个就是 不是我们常见的 像如果你 因为多少 我觉得都还是会 看诊的时候 都还是会遇到一些 可能你相对 不是那么常见 不是那么熟悉的 嗯 的病例 那你通常都怎么 怎么去 去处理 面对 遇到可能这种 让你比较陡 哈哈 比较紧迫的病例 我觉得如果 电话中 我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 诶他不是心脏的问题 他需要 比如说某一些仪器 或者是说手术 他才可以 解决这项问题的话 我可能当然就会 建议他到 专科的医院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样 如果他来我们这边 又再过去 等于是浪费他的时间 这样子 嗯 那如果说 诶他已经 真的很紧急的过来了 那其实我们都 还是可以先做 就是稳定病患 这件事情 对 那再来如果说 遇到 诶非心脏的 我们可能真的 呃相对 遇到的经验 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后面 就是我们 其实是一个团队 啦 所以可以 我们可以咨询 很多的 学长节啊 或者是说 呃同事去 一起去思考 这个解决方式 这样子 那我觉得 最重要的可能也是 如果我们真的 诶 真的最后的解决方式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资源的时候 我们也会就是诚实的告诉世主说 诶其实现在 呃台湾的分科也是都 都蛮细的 那我们也可以去寻求最 最专业的 科别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 所以你不会硬结 对 老实 对啊 嗯 嗯 因为就像比如说 诶心脏 如果说诶我真的很有 很有信心 我们真的是可以做这样的 那当然我们也很 欢迎就是大家 转正过来 这样子 嗯 那如果真的诶 真的这方面 不是我们 最擅长的 嗯 那我们就是可以 可以转正 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 也是让 那个新鲜干们 希望不要那么压 就如果真的 因为这个这个case你 虽然是给你遇到了 但是你后来评估过后 觉得 可能不适合你接 然后你也知道 有更好的选项 可能是院内 其他的 嗯 其他的医师 对 或者是院外的资源 我觉得是 就是是OK的 对 就是是OK 你可以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逃避不可耻 对就是我觉得 就有用 对你觉得 你觉得 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也是 真的是可以诚实 跟世主沟通 就是我觉得 现在世主都 蛮能够理解 对 就是你 就是与其你 你跟他说 那个 哦好 你先 就是与其你接进来 然后可能到后面 其实因为你不是那么熟悉 不熟练 其实你花了 你花很多的时间 去处理这些的事情 然后可能甚至你还要中间 还要花上很多的资源 那不如真的 介绍他去一个 更 更 更熟练 这些 这类型疾病的地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主人的 目标 其实是一致的 就是 我们爱他 所以希望他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 最好的结果 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可以试着去沟通的 嗯 不一定要觉得说 啊 这是我的责任 对对对 然后就一定要一肩 一肩撑起这样子的一个重担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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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另外就是 呃 也是要提醒啦 就是当然我们 特别是要 假设你要转整出去的时候 嗯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还是要负责 好好把它 送到另外一边 对 就是也不是说 哦这个 我们不能做 那你自己再去找别家 那这样可能也会 嗯 好像丢包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可能我们知道 找哪家 但市族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 真的比较好的方式 还是是 也许我们帮他找好 然后联络好 那边的医院 然后也做好交接 然后把他 我们在这边先稳定他状况 然后再把资料 一起带过去给他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 这也是我们可以 为这个动物去 做的事情 就是说不是说 可能你的技术 假设像现在 可能要扫心操 但是你不会扫心操 你就什么都不能 帮这个动物做 你还是可以帮他 找到一个 适合的医院 或者医师去讲 这个我觉得也是 很有意义的 因为可能 市主来讲 他根本不知道 要送去哪里 对啊 才好 对那 有可能我们就是 最近的一家动物医院 对对对 他就先来了再说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 帮他判断好 要送去哪家 其实这个也是 超有意义的事情 他就可以不用再 像五重苍蝇一样 去摄取一些资料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 知道这么多医院 他们一家医院的 转场 跟能力在哪里 对啊 对 所以还是有一些 好用的资源 对 互相帮忙 对 好 那 现在 因为现在 资源 受益师已经是第三年了嘛 那我们为了新鲜肝门 就是现在还是受益系学生的话 那他们未来在接 就是从未来到接诊 然后到 就这段期间的话 你觉得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训练 帮助未来的自己接诊呢 嗯 嗯 我觉得就是 除了专业知识以外 对 对 专业知识以外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预备的 对 我觉得好像不只是受益系学生 就是所有的学生到踏入社会 职场 对 职场之前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多方的尝试 像是说 我可以去各个 各个你们可以去的领域去做实习 看自己最适合怎么样的工作 或者说 你最喜欢那样子的生活的步调啊 或者是说 你要面临的人 就是你未来 你可能工作的时间那么长 你可能大概三四十年 你都是要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 这个方向是不是你喜欢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多方尝试是第一个 嗯 然后 对啊 然后就是 或者是如果是学生 我觉得学生最好的身份就是 他可以去各个地方实习 嗯 基本上如果你敢问 就是 我觉得也不用等到那个单位说 哎 我想要找实习生 就是 如果你想要去这个地方看看 你就是直接写信 去 去问那边 对对 的人说 我对这方面有兴趣啊 然后我想要去见习 这样子 嗯 对就去多方尝试 嗯 然后另外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你已经蛮确定 想要走临床了 不管是临床的各个各种 还是什么 就是小动物啊 野动啊 大动物啊 或者是业务这些 我觉得沟通这部分真的是很 我自己后来这样回想看起来 我觉得是很很大的一块啦 嗯 就是你可能要怎么去跟人接触 然后可能你平常就是 哎 就像就像你去很多地方 你就是多跟别人聊天 然后去 嗯嗯 去可能去同理别人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都是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点 这样子 嗯 嗯 那你自己开始那个 意识到沟通很重要的时候 你会 特别去观察别人 怎么沟通 对啊 或者是 我觉得 你有什么实际 你在这方面你会怎么实际的 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嗯 磨练 或者训练 我觉得我后来发现 因为自己开始接急诊之后 我就会发现 我去 我去看医生 或者是我去 餐厅 对 嗯 我就很喜欢看 看人家 比如说服务生 或是跟客人之间的互动 对 对 然后我就会 蛮喜欢看说 哎他 他会 说什么 有时候客人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对 然后他现在的心情 我有没有办法理解 然后跟 哎他如果 请服务生 服务生怎么处理 或者是他如果 甚至已经叫经理出来的时候 经理怎么去处理 这样子 然后通常 那些客人 想要的 背后的 就是 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 嗯 就我会比较 会去看这一块 因为以前可能就 哦 就 他们好像在吵架 吵架吵架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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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 哎 去逛衣服啊 他我们就很喜欢去逛衣服啊 买东西啊 嗯 就有人会 complain说 哎 这间为什么不合身 这样这样 那 他的 这些 这些服务员怎么去 怎么去 跟他们做沟通 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真的很 这真的也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看诊 就是开始看诊 从啊 就雇住院到看诊 最大的差别 真的就是 嗯 要面对 世主 面对人 对对 他很多时候 受益系学生 就会 觉得我们读这个系 就是面对动物 就是我们的 心都在动物 所以我们 所有的努力学习 都是在动物身上 我们把动物看好就好了 但是 现实生活就不是 因为他动物还有他的爸妈 是的 对 要怎么样 他爸妈理解 我们在做的事情 然后支持我们在做 其实 这是在看人的时候 其实 很重要的一块 但我觉得刚 照片讲的例子很好 就是其实 我觉得这样 受益是 很多人都会说 受益不是 不是服务业 我们是医疗业 但我觉得其实 现实就是 我们就是医疗服务业 就是 对动物我们是医疗业 但是对市主 我们就是服务业 所以 确实是可以从 对啊 我自己也会 就是去 不同的场合 就是服务业的 的从业人员 我们都会去观察 那他怎么去做这个服务 然后特别是可能 在面对到一些 很紧张的时候 他怎么去处理 然后其实 像其实我觉得很多 都像可能真的那种 就是饭店啊 然后餐厅也都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可能那个 对 就是他们这些顾客的需求 其实都是 雷同的 其实就算表象不同 但是其实背后的那个心理 他的需求 都是说是很像的 或者是说 如果在学校最 最直接的 就是直接跟 跟学长姐 跟医师的诊 然后因为 每个人沟通的方式 都不一样 因为自己有 自己的沟通方式 所以你可以去 寻求说 我最喜欢这个学习 或者是说 我最喜欢 他的沟通方式 我觉得我跟他的沟通方式 最雷同 那我们就去学习 他的看诊模式 这样子 每个人都偷几招 对啊 然后变成自己的 偷几句话 对对对 这个话很好用 因为我觉得 对啊 沟通方式 没有对或是错 对 因为像可能有些人 可能都只有跟过一个医师 然后那个医生的风格 就跟你很不一样 就是 有些可能就是 可能你是一个很 很比较柔软的 但是那个医生 就是很硬的 对 你就会觉得 怎么都学不来 对对 就会觉得很挫折 说我怎么 我永远都无法成为 好的医生 我都不会像他 但其实可以有 很多种 对对对 但在新潮里面 我们就 风格就是非常的 非常多元 不一样 对对对 但有趣的就是 你会发现 其实看诊看久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同的士组 就会对到不同的医生 对很真奇 他们自己会 默默的就会走在一起 对对对对 自同道合 自同道合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 不用刻意要成为 某个 那个样 那个医生 对 你会有自己的路 对你可以 你找到你自己喜欢 然后自然你就会吸引到 喜欢你这个风格 跟你的match match的士组 对对对 真的蛮有趣的 对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 可以多多的观察 跟吸收啦 对对 要记得 收衣室的工作 很大一部分 是要跟人相处 对对对 这个是我 倒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对对对 应该很多念收衣室 都没想到 对对对 很多都是都会说 对对对 我就是不想要跟人相处 才不念人 没错 念收衣的 就怎么还是要跟人相处 多了一个互动的对象 对 好哦 那我们今天 非常感谢 赵益寿医师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新鲜肝的部分 从住院照顾的 住院动物的照顾 然后到开始接诊 也希望可以帮助 大家 给多一些的准备咯 那如果对于 今天的节目内容 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透过 无心评价留言 或填写资讯栏里的 QA连结 与我们联系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动物音乐 339号Podcast频道 点赞我们的脸书 粉丝团 及追踪我们的IG 如果想要获得 更多的医疗资讯 或观看影片版本的节目 请上 新传动物院官网 及订阅新传动物院的 YouTube频道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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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